這次規劃的空間是營養師東納他們一家四款的家 全市坪數19坪 就來跟大家介紹玄關、餐廳區、客廳區以及廚房區 改造有三個重點 預計規劃成餐桌區的上方 因為建商的格局會有一根大樑需要做修飾 再來因為需要邊照顧小朋友邊處理工作的關係 會需要在客廳區規劃一個工作桌 最後Dona本身有在拍攝Youtube影片 希望利用客廳區、餐廳區當作拍攝背景 除了重視背景的色系搭配 也會幫他們規劃完整的收納櫃 那就一起來看看改造完成的空間吧 請進 旋觀區的話就是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地板我們是有做內外區隔的 只是保留他們原本的拋光石銀磚 往裡面走進去就是他們整個的客廳區跟餐廳區 需要收納的東西比較多的空間裡面呢 旋觀跟走進餐廳、客廳的這個位置 是非常好去做收納空間的 所以我們其實呢就直接在旋觀的這個位置 這個凹洞的地方 這個位置其實以建商原本附的空間來說 它本來就是一個內奧的空間 所以這個位置它就很好去收一些稍微大型一點點的東西 那這邊呢我們就幫他做了一個上下櫃 這上下櫃的平台就可以當成他們的玄關平台 所以如果你平常習慣是會有 比如說鑰匙、零錢、發票什麼 你也可以放一個盤子在這個檯面上 或者是像我們這樣子下面做一個抽屜 裡面就可以放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雜物 再往裡面走進去 這一櫃 這櫃的話因為其實位置剛好它是變電箱 所以我們其實就做了一個寬度到80公分寬的鞋櫃 除了擋變電箱之外 同時也等於他們的鞋櫃空間 在層板的地方我們也增加了鋁條支撐 長期使用下來它的層板比較不會有就是微笑的問題 我發現這個系統櫃好像比一般的還要高啊 這個系統櫃應該是說下面這個櫃子的高度 它是正常系統櫃的最高高度 一般這樣的高度大概就是落在240左右 你如果要再往上做的話 它其實是多加一個新的櫃子上去 我們通常都叫它疊櫃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反而就要把 能夠運用的空間都盡量用滿 所以我們才在這邊上面多加了疊櫃 接近客廳區的那個櫃子 我們就沒有再多做疊櫃 最主要也是希望就是不要感覺整個空間都是很高的櫃子 看起來會很壓迫 接下來的這一整個空間 它其實就是可以讓他們收生活上面的雜物 可能有小朋友的玩具啊 繪本啊 他們自己的生活背皮類的東西 所有的櫃子 我們全部的寬度都是做 寬度40公分寬 層板的話每一個都是可以去做高低調整的 在中間這一格 我們又多了一個像玄關的高低櫃 最主要當然就是這邊有一個 他們原始建商服的對講機的位置 既然我們中間要做高低櫃 那乾脆也在做一個木紋的跳色 可以讓這一面整體搭配 我覺得看起來會再更活潑一點點 剛剛從玄關櫃開始 我基本上就用了 一二三四 四種不同的系統版的顏色 那這幾種系統版的顏色 其實也是我們接下來空間裡面會看到的 所有色彩的搭配 大家之後再做櫃子可以思考進去的 就是你的門把的設計 我們門把有分成兩種門把 一個是斜把 一個是外掛把手 斜把是什麼 我們所謂像是隱藏式把手 它是在門片的側邊的地方 它會再多一個斜角 不只是門片 其實抽屜的部分也是 我們都可以這樣做 鄉村風你可以加黑色的把手 你是青車風你要加金色的把手 我覺得都行 那我們這次整體是比較北歐 簡約自然一點的風格 所以我們這次加的是這種石木的木紋把手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門把安裝的高度 有稍微比較高一些些 通常我們會裝在比如說門把的中間位置 它可能比例上面看起來會是覺得比較剛好的 但我們這邊有裝的稍微高一點點 就是因為現在小朋友的年紀 他們可能還是會跑跑跳跳 所以他們擔心說可能頭會撞到門把 所以我們有把整個安裝高度稍微拉高了一點點 接下來呢就是餐廳區 那個天花板的木座真的超漂亮 是不是很美 我跟你說 之前我們之所以要做這個木座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實這一整個空間 你看到上面這個白色的位置 它其實是一個蠻大的樑 然後當初那個大樑 它並不是這樣完整的一根 它其實是中間立了一個方形的樑在這個位置 那因為我們這邊原本設定就是餐廳區 所以會想說如果餐桌放在一根大樑下面 會覺得看起來有點壓迫 所以我們原先就是希望可以把這一段 直接往外延伸出來 因為我們如果只有包到那個樑的位置 它對著餐廳區 你也會覺得它餐廳區的區域 是沒有被劃分出來的 會覺得上面這邊有點偏小 所以我們才從底部 一路往外延伸延伸延伸 到這個地方上去去做一個木座天花 那即便我們現在這個天花的高度 它就是樑的高度 可是你也不會覺得非常壓迫 我們往外延伸出來之後 比較靠上面的地方再加了一個往上打的間接燈 我覺得它就完全弱化了整個樑的存在 綠色也算是我們這次整個空間風格裡面 一個蠻重要的點綴色 這一個系統櫃的門片 然後包含這個椅子 我們都加了這種有點點灰綠色的感覺上去 所以我覺得它就會讓整個空間 又再多了一個跳色跟色塊的感覺 不只這個餐廳區 包含我們客廳區 其實都是屋主他們非常重要的拍攝空間 因為主要是跟東南的工作有關係 他平常工作還會需要有拍攝 所以家裡基本上等同於他的攝影棚樂 這個空間呢 我們對於光的表現程度 其實他們要求相對來說比較高一點點 他們希望最後可能相機啊 手機拍起來的樣子 顏色都是最自然的 所以整個空間的光源 包含我們看到可能燈條啊 砍燈啊甚至是軌道燈 我們全部都有選到 顏色性高達95RA 什麼叫做顏色性高呢 顏色性越高 它等於就是你在室內看 跟在室外看的物體顏色是更詳盡的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家裡真的有些拍攝的需求 其實也會建議你一個燈泡的光源 那些都可以選到大概95RA 我覺得它是更接近自然 跟眼睛看出來的顏色的 除了對光源上面的要求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點就是 畢竟要當成攝影棚 整個空間的布景 跟你可以擺拍的自由度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實這邊的餐邊櫃 我們除了把底子打好之外 上面的物件全部都是可移動式的 所以就可以很好按照自己的需求下去做佈置上面的調整 我們另外也想說可以把它們佈置成另外一種感覺看看 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他們佈置完成之後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在做佈置調整的時候 一個滿重要的點就是 你一定要先把你所有的東西都先下架 這樣你再重新去做一個區域的佈置的時候 它上一個擺放的方式才不會影響到你自己現在的判斷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蠻好去做參考的方式 就是要用三角形的方式去做佈置 什麼叫三角形呢 你挑選的物件他們一定會有重疊性 比如說像是椅 我們現在看到的重疊性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的杯子盤子跟香氛 那這三個東西他們就是相似的嘛 那你這時候擺放的位置 你就一定要用三角形的方式去放 比如說像現在這樣子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盤子移到這個杯子的下面 視覺上的重複性就會有點太高 但你稍微錯開之後 它這樣子的效果就會比較平衡一些 這是一個像是植物 比如說這一盆植物 這一盆植物跟我們拉到餐桌前面的這盆植物 植物也是相同的元素 但我們一樣是用三角形的方式去做成列 它看起來就會比較平衡 這是一個在擺放東西的時候可以做到的小技巧 接下來是我們的客廳區 但首先想要先介紹客廳區旁邊的一個可愛的小角落 這邊的話呢是屋主的工作桌 其實除了這個工作桌之外 另外還有一間書房 那因為東南平常的工作型態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是蠻常需要在家裡工作的 同時可能需要照顧小朋友 所以其實在客廳的一個角落 幫它設置工作桌 比較符合他們的生活習慣 剛好這個位置呢 它就在窗邊採光很好 就可以看到就是整個客廳區的狀況 為了要做出這個工作區域 但又希望跟客廳稍微有個區隔 我們是用油漆的顏色方式去做整個空間的區隔 我們就在這個牆從窗邊到它桌子的這個位置 我們都是漆了一個討綠色的顏色 那這個綠色我個人覺得很漂亮 它其實你細看的話是帶有一點點灰 有點偏藍色調的綠 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餐邊櫃的那個門板色系 我覺得會是蠻一致的 如果喜歡這個油漆顏色的話 我覺得可以參考我們官網上面的 綠色訊息的套包 是很相似的顏色 但其實我們官網超級多綠色 一路以來我覺得綠色跟灰藍色系的牆面油漆 都是非常受大家歡迎的 所以如果有喜歡 就是真的有非常多綠色可以給你們參考 這次的話呢其實非常多軟裝 雖然是我們一起討論出來的 但很多都是他們自己的選品 像這張桌子 他們是在伊倫家居找到的 它表面這邊的話全部都是石木貼皮 腳也是石木腳 但是它在這個石木的桌面 側邊拼接了一個跳回綠色的抽屜 就是它這個拼接組合很簡約 但是又很好看 再來還有這一張椅子 也是一個造型很特殊 那時候好像跟了一個木姿去買的椅子 但我覺得整體的顏色質感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為它本身是皮革 但它皮革的顏色是有點那種奶茶匯的感覺 我覺得就完全跟這個綠色 非常非常的搭在一起 這個出桌椅的下面 我們現在是有鋪這種拼接地毯的 會鋪這個主要是因為 他們希望在他們的就是滾輪椅子下面 可以鋪一個地墊 希望不要太長去傷到地板 雖然地板是超耐磨 所以老實說你真的就是椅子上面露什麼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可是有的時候 你可能不小心露到一個筆心 或是髒髒的灰塵 然後你露過去就會看到很明顯的印記 我們這次選的就是TOLY地墊 它是拼接型地墊 並且它是非常短貌 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去弄髒的話 它是很好去做清潔的 你就只要這樣子 把一片撕起來 你就可以就這個髒掉的那一片拿去清潔 你就直接水洗 沖它 然後再弄乾 再把它鋪回來 好方便了吧 就超級方便 然後就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你喜歡跳色的感覺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去就是 拼兩種不同的顏色 因為它是拼接 你就可以自己去決定 你想要鋪多大尺寸 如果你今天想要圓的 你也可以自己去踩那個圓角 去把它鋪成你想要的形狀 上面的這個木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呢 這個木條的設計就會比較複雜一點點了 總之呢我們在這個位置 它其實是會需要走冷氣的管線的 因為這個的木條的正上方的那一個包管 它其實藏了冷氣的管線在裡面 但如果我們今天只保留上面這一根涼的話 會感覺好像電視牆多了一個高度有點高的涼柱 所以我們就想說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乾脆在下面用木條去做一個手邊 但它變成又像是一個造型 然後這個造型 它又可以去跟我們大樑下面那個木條造型去做連接 你就會覺得好像這些都是為了做造型而出現的 而不是為了包管線而去就的 我們多做這一塊木條的話 上面的地方是真的有可能會積灰塵的 然後包含我們剛剛看到那根大樑下面的 甚至系統櫃上面 但大家就是自己評估好 如果你真的很討厭積灰塵的話 就不要做這個木條了 再來呢就是我們客廳區的重點 也就是我們的沙發區 你沙發背牆的顏色跟沙發背牆這一面 你怎麼去做布置跟設計 真的都會蠻影響到你整個客廳區的風格 這個顏色呢我覺得它是一個很tricky的顏色 它可以是米色也可以是灰色 這個顏色真的是很適合給那種 就是你想要整個空間看起來很乾淨簡單 不要太多調色 但又希望就是有一點點很不經意的質感的人 你可以看到這一面牆 我們放了大大小小的畫作 而且這次的畫作是跟屋主一起挑的 希望可以有一點不同的調色 客廳通常都會像這樣子有一個非常大扇的落地床 所以其實一樣我們這次是用了我們 案子非常常用的標配 就是一布一紗的組合 紗簾的地方就是用這種網紗的紗簾 它是比較透感的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舒服的 就是會讓光很柔和的照進來的一種紗簾 開關面板是不是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開關面板呢 真的就是可以幫整體裝潢細節加分很多的小東西 當然你如果說今天要換全式的空間 一個單價可能會到一千也有到兩千多塊的 所以其實它就相當於一個非常便宜的椅凳了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去拿捏 到底要不要花這個預算去做 但我覺得換了之後真的風格會差很多 接下來想要帶大家往房間去看 但是在看房間之前 我們先來看到這邊的門片 像這個門片呢 就是建商婦的門片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愛有恨 愛的地方呢就是 你不用自己再多花一個錢去做房間門 但是恨的地方呢 應該就是大部分建商婦的門的顏色 大家可能都不是這麼喜歡 因為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深的胡桃木色 那其實在之前非常多的案子裡面 我們也是一樣的狀況嘛 遇到建商的門我們不喜歡 該怎麼做呢 我們就可以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烤漆的方式去做 第二個可以用刷漆的方式去做 烤漆的話當然你單價就會比較高 當然在實際最後的耐久度 完整度跟就是未來做清潔上面 是會比較方便的 所以像這次呢我們就是用烤漆的方式去做 這次烤的顏色是平光白 因為那種霧銀色的水平鎖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沒有重新再做更換 但如果你沒有這麼喜歡這個門鎖 也可以把它換成黑色式線條 甚至門片的烤漆顏色也都可以依照你喜歡的色卡下去做挑選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書房空間 書房空間 這個其實算是他們的次臥室 那次臥室未來呢 就是等小朋友慢慢長大之後 可能哥哥一間弟弟一間 但在那之前呢 這間是爸爸的書房 那這個空間我們當初在討論的時候 當然就是因為未來有可能是要還給小朋友去做使用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完全沒有做任何的系統櫃 我們就只有把原先在這個位置的一個梁 用木座的方式稍微去把它包了一個圓壺 剩下的空間呢我們就是基底選了一個 我覺得還算蠻搶眼的藍綠色跟白色下去做對比 再一個沒有做太多裝潢的空間 其實七瓣牆就是一個很好立刻有呈現風格的感覺 但還有一個非常特色就是 因為烤漆它自己本身收藏了非常多的模型車 我們就把它放在書桌正後方的這一面牆上 然後上面呢我們是用洞洞板的方式去擺放它的模型車 下方呢就是再配了一個無印的隔櫃 無印隔櫃再去搭起它的零件 就可以再有新增更多的收納空間 所以整個空間的格局來說 我覺得客餐廳區其實算蠻大的 整個客廳是很深很寬的 但到房間之後平數就稍微小了一點點 所以在窗簾的地方 基本上房間我們都是用像這種斑馬簾的做法去做 那斑馬簾其實也有非常多的顏色可以去做挑選 然後他們就是真的很省空間 當你今天就是整個拉下來之後 它既有隱密性 又可以有透光進來 採光很好的時候 照進來的陽光一樣有一個斜射進來的斜紋的感覺 我覺得也是很漂亮 現在呢是阿特跟東南他們已經入住新家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這邊掛了很可愛的小朋友的帽子 因為我想問這個掛勾是真的有很常用嗎 口罩跟帽子 都會掛在這個地方 這是東南的畫 這是哈修塔特 當時看到這個房子的時候我們就覺得 哇夢想就是自己去買一塊地 然後蓋一棟像這樣的房子 就是非常的舒服 其實一整面真的收納量還蠻大的 可是因為我們兩個小孩的東西真的很多 差異性就是以前是開放式的那種櫃貼 然後小孩的玩具也是開放式的玩具櫃 就會很亂 對那現在做這樣子的收納櫃 就是全部可以把他們的玩具阿銅書全部塞進去 應該已經有開始做拍攝了嗎 因為妳之前有傳了一個照片跟我分享 有有有 我覺得拍起來其實效果還蠻不錯的 對對對 這邊大概主要都是收食物 食物 對所以就覺得這邊的收納量其實也還蠻夠的 所以其實裡面還有一些空間 對反而是這邊是很有夠的 對我們把國家跟區域性的分類 對那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沒有放進去 然後我們當初也是在希臘這邊自己去自拍婚紗 拍婚紗對不對 對就是我們兩個自己拍的這樣 剛剛就是其實Arthur有先偷跟我分享 他這邊放了一個厲害的裝置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希望說他是人走過去 他就可以有感應 但實際上打燈以後我覺得效果會好很多 我覺得要先看一個超浮誇的東西 你看 好的 這個真的是很可愛 這個要用的話是這邊再擺一張椅子 對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地方 對 因為也是怕太佔空間 所以就是買這種半解式的 然後我可以把我的那個辦公椅這樣子移過來 那就可以直接使用 很明顯就知道就是Arthur很喜歡車子 類的東西 因為後面這一牆 其實這個區域我之前是想很久 一直想說我要用什麼展示櫃那些 你考慮到說這個房間其實未來可能是哥哥要用的 綜合之下我覺得就是以現在這樣就垂直空間 相對簡單的方式 而且動動版我是可以一直去調整 之後也許會有一些變化 那我也可以依照那個變化去去調整那個成板 你自己使用材料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就是想要把我們之前在舊家沒有辦法展示出來的東西 就是把它擺出來 所以像我們這個是去歐洲的畫 那時候帶回來的 那我們都很喜歡 可是在舊家沒有地方可以去展示 所以這次在規劃的時候就是特別有請seo 然後可以放些成板 在客廳區待的時間長嗎 現在因為餓寶還小 就是還不到你歲 主要活動區都會在這邊 對 那我們平常的話 我們本來都是在餐廳區比較多 對 就是大家家人都在餐廳區 我們那時候沙發也找很久 找了好幾個月 主要的癥結點就是在於我們不想要拍軟 後來挑到這一張是 它的作感是最符合我們的需求的 超可愛 對 對 我很喜歡這個角落 對 剛好這個空間的格局也是這裡適合放書桌 真的 對 那我平常其實在這邊的話 我最喜歡就是有時候可能看電腦 休息的時候我就會轉頭過來往這邊看 對 我就覺得哇 看過去這邊的view就是心情很好 就是非常的漂亮 之前在舊家大概住了多長的時間 然後之前是租屋嗎 還是買的房子 是跟家人租屋 住幾年啊 四五五年 之前在舊家住起來的生活的狀況 然後跟新家 你這樣整體使用起來有沒有什麼差異 視覺上面看最大的差異 乾淨跟理論 入住新家之後養成的新的習慣 或是興趣之類的 一直收東西 你想要把東西想太多塞進去 為了要維持這個空間的整潔 生活重心有一點不一樣 對 現在我們待很多的時間會在這個 餐桌區域 對 就是除了吃飯以外 所以有時候小孩看書 在玩一些遊戲可能需要比較大的檯面的時候 他會在這邊玩 對 那我們也會坐在這裡陪他 其實大部分使用起來都還蠻順手的 因為我們當初在規劃之前其實已經思考過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是需要 未來可能我們有第二間房間的時候 可以去做調整的地方 就是櫃體的深度 對 因為我們有兩個小孩 那兩個小孩又有年齡層的落差 所以會有很多階段性的玩具 或是他們的物品 其實是需要收納的 目前兩個小孩的收納空間好像 想稍微有點不太太夠 對 可是如果是家裡只有一個小孩的話 其實這樣的收納空間是很夠的 現在這個櫃子都是一座一座 然後中間是有隔板的 因為有一些東西真的是長型 然後就是不好收納 所以其實需要留一個長型的那種 收納空間會比較好 他用起來會再更有彈性一點點 即便你們已經做了非常縮密的思考 因為我真心覺得他們兩個是 功課做得非常足的人 就是包含櫃婷給我怎麼做 然後我覺得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但即便這樣子我們還是 就差了一步 還是有小小缺落的地方 當初在討論風格的時候 自己有沒有內部就是有些小討論 後來阿瑟其實還蠻用心的 就是他還特別去找了 北歐風相關的書來看 那我們才知道其實所謂真正的北歐風 是以他們很著重在這些單品跟家具 這就蠻適合的是我們的喜好 對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開始 會先決定要先買沙發的原因 有一些比如說小物品好了 小物品我們的想法就會有一點不一樣 阿瑟就會說呢 那個杯子全部都要買玻璃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在這邊好像多一點黑色的東西 其實是還蠻OK 所以在小物品上面啦 我們可能想法會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好的地方是讓我了解你們入住兩個月之後 就是真實使用上面的型的 不論是像剛剛講櫃體規劃或者是吊等等 我覺得這些也都是可以 比如說假設之後我真的跟客人討論 我也可以再去多注意的地方 對然後我也很開心 你們現在還是把整個空間維持得很棒 真的是非常值得嘉獎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我們 然後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就下次見 掰掰 burnout worldwide choir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